我其實是從電視劇去看到我的阿勒泰 那他其實是有改編 那他中間故事啟發我的是因為女主角 他的媽媽在河邊跟那個 他女兒說你的頭上有隻蜘蛛 其實蜘蛛在我們傳統漢族裡面 他的意思是可能是你的祖先 你的仙靈 他可能幻化成一些昆蟲來保護你 或是說指引你之類的 然後就這麼一個媽媽幫他抓蜘蛛的過程 兩個人就滾到水裡面 結果沒想到兩個人滾下去之後 他爸爸的骨灰也跟著滾下去 那劇裡面很有趣的內容是說 那不是洗衣粉 那也不是小蘇打粉 那是你爸 那一段真的是讓我就是覺得既有趣 然後又覺得很有一些不同的領悟 因為他被大河沖走以後的骨灰 他是沒辦法去把它撈回來的 所以這就是印證我們中國一句古話 就是說 順其自然的發聲 不要去刻意的改變一些事情 就讓它去發聲 上天自有更好的安排給你 所以 這是我在我的阿勒泰這部電視劇裡面的中段 體悟到了一個劇情的內容 其實我很捨不得把它原封拆開來 但是我的小夥伴們 他們已經把他們的書拆開 已經在旁邊蓋印章了 我是很想拆開來蓋 但是我又很想保留它的原狀 所以我還在糾結中 所以等等我會不會去蓋印章 還是說保留原狀 或許我再買一本 再去蓋也是個選擇 也是個選擇